中国大陆现在极需要的四件东西 四个自信 四个自信我认为就是说 比如说制度自信 价值自信文化自信 谢峰这次去白宫 他穿了中式服装 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信你只讲不说没有用 那你要用具体的行动 表现你的文化自信在哪里 就是说中国人说实话 在这个五四运动以后 基本上有这个全盘西化论 甚至还有说这个好方块字也不好 那个时候对自己文化是完全丧失信心 西方有一句话 他叫你不要倒洗澡水的时候 把那个婴儿一起倒掉了 事实上中国有一阵子 其实是有这个问题 那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发觉 你如果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价值 没有一个对你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 跟现状的一种信心的话 那你就是富堪一己 西方人今天虽然靠的是船间炮利 可是他后面有强大的这种 所谓的文化历史 还有呢对自己文化历史 不过他们最集中在那里 他们宗教这种绝对的信仰跟价值 那这一点也就是说 很多文明在面对西方这一波 这个文明的冲击的时候 都倒下去爬不起来了 那今天当然习近平在这个讲的 基本上就是一种制度的自信 那我是觉得中国是有 是有这个本钱奖制度的自信 因为过去45年改革开放的话 中国的政经体制 事实上创造人类历史上 一个极大的一个提积 把一个这个基础建设 这个相当落后 然后呢没有初级资本积累 手上没有钱 然后呢在很快的时间 那么完成了现代化很重要的 这个基础建设的建设 资本积累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有效能的政府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 是应该对这个体制制好 可是问题就是说 在这么上百年来 中国都是一种虚心向外学习的态度 那么这个这种心态 现在必须要调整 那也就是终于到了这个21世纪 中国的政府说 我们要有自信 因为自信的反面就是没有自信 也没有自信 社会有这个问题没有自信 所以这个领导人现在提出来 你要有自信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 目前这个基本上就是什么 就是这种精神的建设 其实你去看到中华文化 这个5000年 渊源流长 然后这个源源不断 生生不息 其实你去看中国在 中国早期在东南亚移民 你就知道 为什么 那一种文化血缘 传统基本文化的认同 是非常强固的 走到哪里 他可能政治上没有力量 可是他那种文化 血缘的认同 这种整个的从精神上 到整个的这个 组织结构上的这种 强韧的这种生命力 跟抵抗力 其实是让中国文化 几千年走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中国还好不错 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 正在复兴中 那么大家对文化的喜爱 跟这种宣扬 已经很多人已经觉醒 那再加上中国 现在的政经体制 尤其是政治体制 那么经过了 这个百年来 将近百年来的 不断的与时俱进 不断的在调整 在适应新的挑战 算是走出一条路 我今天觉得 中国大法真的走出一条路 而且呢 这个体制呢 已经交出了一个 极佳的成绩单 任何体制 你说它好坏 最后要看它的成绩单怎么样 要进京赶考 看考高分还是考低分 可是呢 在今天 还是有一些问题 就变成就是说 中国大陆还是要加强 这四个信心 那这个是一个 当然共产党是 中国的领导执政党 带头做这些事情 那最主要要整个社会 要产生一个精神的 一个凝固的力量 大家也知道 这个死命在哪里 责任在哪里 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长处在哪里 未来在哪里 面临的挑战在哪里 我最近看大陆的一个学者 讲的一个 讲的一个整个的情势来讲 这个部分 其实中国大陆 目前接受的挑战 也是空前的 也是百年之温 因为内部随着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结构有极大的冲击 跟各种的挑战出来 所以内部社会结构 在各种这种 整个物质条件的变化里面 整个任何一个社会 承担这样子快速的变化 这种是从生活方式 方方面面 人与人之间关系 人与主之间的关系 这些的关系都在做 急速的快速的变化 跟调整中间 还要面临什么 外环境 也就是中国外部环境 对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挑战 所以是两种挑战 同时在进行的 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的艰巨的 中国大陆这个 对外关系法 除了它把它历来的 重要的外交的基本原则 都纳入之外 比如说和平共处原则 全球安全倡议发展倡议 文明倡议 还有一带一路 一中原则 全部纳入 那他主要是 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承认 因为王毅 他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 非常长的文章 那他那篇文章的标题 我觉得大概就代表他的意思了 他说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的外交 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那里面有第六条的部分 他就要讲说 要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善用法治的武器 不断丰富和完善 对外斗争的法律工具项 所以有人 就认为这个大概就是 要因应美国的长臂管辖 那要完善他的法律的体系 不过这个只是一般原则 我们后续还是要看 他具体会怎么做 因为我跟你讲 依照他这个法律的写法 比如说他第八条 第八条他说 任何组织跟个人违反本法 在对外交往中 损害国家利益活动者 依法追究责任 那等于是 不管是本国人或外国人 他通通都包括在内 因为他讲的是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是讲国民 所以我们就要看 他未来会追究到什么程度 那第三十三条 这一条是最多外媒引述的 他说违反国际法 跟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然后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 有权采取反制 然后就 他后面就讲到了 相关的部门法规 都要整合相关的法规等等 因为我们以前常常会看到 有一些个案明明就发生了 那中国大陆没有动作 那未来是不是会在法律上 有这样究责的压力 让他非处理不可 比如说我举例 比如说荷兰 ESMO ESMO ESMO如果未来 因为他要经过政府审核 那DUV只有三个机型 他都必须要送给政府审核 那如果荷兰政府不准出口 那这个是什么 中国大陆是不是要做一定的反制 就是未来每一个个案 可能大家就会问类似的问题了 而且他也不是所谓的 一对一的反制 他就是穷尽 他工具箱里面所有的东西 我不一定是针对你的高科技做反制 我可能用别的项目来反制 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要观察到未来怎么做 因为他这样做的意义就等于就是说 这个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 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是人大通过的法律 你下载中天新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右大陆打台湾前置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 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